你好,今天是5月3日,我在机场 人家接机的都有 我下次给杜彤希弄 我都没有 我那天吃牛排的时候,我就这样两声都想我 下次你来的时候,我给你整一个,好吧 史上最牛接机 行,但是你提前告诉我一下 是在上面 我会告诉你 你提前告诉我一下,把口罩戴好 然后到时候就是装不认识 戴上我的小口罩,过来安检 我的假期就这么结束了 还是好舍不得 好舍不得,在亚特兰大的崔女士 虽然一天到晚她就忙着上课 感觉每天送她上学,接她放学 已经成为我日常的一部分了 然后现在要回加拿大 总感觉那里怪怪 下次希望可以不用隔这么久才能相见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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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窗口可以看你要吃什么 要买什么 买好了 chicken belly 坐下来吃饭 the delicious the spicy deluxe the waffle fries the iced tea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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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的亚特兰大之旅就到此结束 我们来回顾一下Lucy同学 尽心尽力给我做的攻略 他的攻略第一条在Downtown有可口可乐世界去了 第二个是水族馆去了 第三个是Skyview留着跟你坐 在Downtown有一个Pipemont Park去了 但是我没有去那个Botanical Gardens 因为小猪回加拿大之后还要去另外一个植物 就算了 然后Pons Market去了 真的很好逛 亚特兰大周边石头山去了 阿米卡罗拉法斯 和下面一个Chattahoke River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没有去但是我去了Indian Sea hiking trail 也很好看 Brandom place to hang out Topgolf 我感觉这有一个人陪我去的话会更合理一些 我一个人去实在是不知道这个一个人去打高尔夫赢 还是一个人去医院做手术会赢多一点 Six Flags 我没去我手不行了 他还推荐了一些吃的地方 第一个是Votex Burger 这家我去了 他们家不是他们家还不错 装修的很美食 但是不是每一个Burger都好吃 我点的还不错 我朋友的好像不是很好吃 但是有时间可以去试一下 其他的吃的地方 好像我都没有按照他给我介绍的去 但是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家这里的炸鸡 虽然说它是Tennessee的炸鸡 非常的好吃 叫Gossy's World Famous Fried Chicken 它没有任何的breading 它就是炸鸡 然后它没有辣度 所以很适合我 我不能吃辣 它非常的 它的汁液锁得非常的到位 很嫩 鸡肉很嫩 腌得很入味 非常推荐大家去吃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亚特兰大的寒餐 非常的多 非常的好吃 我几乎每天都在喝 喝豆腐汤和吃烤肉 我没有去那个Miss Gogi那家烤肉 因为这边的朋友说 那家烤肉不是用石板烤的 我来想去另外一家是用石板烤肉的韩国烤肉店 但是因为过多的榴莲在豆腐汤 就没有去任何的烤肉店 但是我们去了一家烤猪 不是猪 是牛大肠和牛小肠的韩餐店 那家也非常的好吃 然后会放一个图片在这里 这里的夜生活确实很丰富 然后走在mid town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下注意点 晚上的时候需要注意安全 很多附近开车半小时到一小时 就可以去hiking的地方 风景都很好 然后喜欢夜生活的朋友们 在这边一定不会寂寞 然后我天天住的地方就在mid town 楼下震耳欲聋的音乐 让人蠢蠢欲动 给Lucy比个新行 感谢你给我做的 我没有怎么参考的功率 我们还可以期待下一次旅行 那就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